因为Mac本身不支持音频的内录 所以很多朋友在录屏的时候会发现没有声音 即使使用了内置的麦克风 录制的也是电脑喇叭播放的声音 不仅音质和原音相差很大 而且还会把周围的噪音都录进来 导致素材几乎不能用 接下来我将为你带来Mac平台最优雅的声音内录方案 那就是使用这颗软件Loopback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远远不只是内录音频这么简单 比如你需要使用Mac来直播 那么就值得好好去研究一下这款软件了 今天我们只围绕内录声音这一个功能来讲解 在它的官网我们可以免费的下载 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过程中 会提醒你需要安装一个插件 这个必须要安装 不然后续的所有操作都会无效 打开这个软件 我们发现它的界面非常的简单和直观 虽然全是英文的 但完全不影响你使用 一共四个区域 虚拟设备区域 声音来源 声音输出和监控台 作为内录音频来说 我们其实只会用到声音来源这一个区域 这个软件的工作原理呢 就是捕获你电脑里面 软件和设备发出的声音 并把它们的音频轨道单独显示 供你混合和调整 比如现在我的浏览器在播放视频 音乐播放器在放歌 点击这个加号 就能把这些程序都添加到声音源 可以看见它们的左右声道在跳动 表示loopback已经捕捉到它们单独的音频了 接下来 我们只要在录制音频或者视频的软件中 比如现在我使用了这个Mac系统自带的QuickTime 将声音的来源改成loopback audio 就能把我们刚才添加进去程序 所发出的声音也录制进来了 一起来操作试试吧 会发现loopback和QuickTime的音轨在跳动 但是我们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loopback在录制音频的时候会默认静音 如果你需要听到声音 找到这个音用 点击option 取消静音即可 静音下面这个音量的调节 并不会改变你听到音乐的音量 但是会改变内录中这条音轨的音量 我们来听一下最后录制的这个文件 刚才是否静音完全不影响最后的录制效果 那么为什么会要有这个静音的功能呢 除了各种程序之外 loopback还能采集设备的声音 比如你现在正在通过麦克风念稿子并播放着音乐 使用loopback会捕捉到电脑的音乐和麦克风的人声 如果播放了声音 那你麦克风除了会采集你的人声之外 还会采集到播放出来的音乐 这就和内录的音乐重复了 导致录音的效果不好 123 321 1234567测试测试 好了就这么简单 我们就完成了音频的内录 再来回顾一下 第一 在声音源添加你需要的设备或者程序 我们甚至连微信的语音都能录制下来 如果全都是内录不添加麦克风的话 可以取消这个静音的勾选方便你监听 第二步 打开录音或者录音软件 相信大家最常用的就是这个QuickTime了 麦克风选择LOOKBACK AUDIO 点击录制就可以了 记住这里不要把音量拉高 一定要静音 不然LOOKBACK会把QuickTime捕捉的声音 也就是我们最终需要的东西当作音源再进行合成 导致无限回响 LOOKBACK作为一款收费软件 我们免费下载就能使用它所有的功能 唯一的限制就是采集音源超过20分钟以后会弹出付费提醒 并且在音轨中加入非常大的噪音 导致你后续的素材无法使用 所以只要你没有超过20分钟连续录制的需求 那么LOOKBACK就是你完美的内录软件 如果你有连续录制的需求 可以在它的官网99美元购买完整版 对于费用很敏感的朋友 还可以使用他们家曾经开发过的一款音频插件 叫做Soundflower 虽然早已停止维护 但是仍旧可以在最新的Catalina系统里面运行 因为没有图形界面 配置和使用Soundflower 比今天介绍的LOOKBACK要复杂不少 我会在下期视频中提到Soundflower的用法 好了 这里是麦克云和堂 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值得于分享麦克 也就是屏主电脑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感谢你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吧